焦点视频山川风水讲堂的时间 迎光莫见到杨忠于师傅 是,大家好 看着影片的观众记得留意 左上角有焦点视频开温王元宜桂谈博士学堂 大家记得订阅,多多支持 师傅,我们之前说了李玲先生的前半生 他的八字 原来和鸿生马云有点关系 但也有点分别 所以导致在身材的方法上是有不同的 没错 现在我们看到李玲这个牌子 特别,很敏感 先争免事件上 吃光这个优势 内循环 现在在搞这些 所以现在不得了 请教一下 他的八字这几年 能助他赚钱赚得很厉害呢 因为他看八字水生木 但看不到他的财是怎样显现出来的 之前分析过何先生那个炳五火 财很旺,喜欢洋晰出来 或者我们估计马云先生的丁味火 那是伤合的 要找股东回来齐齐赚钱 他是持财 但是股东 大家就一起搵食 财亦不会太老 至于他的特色是怎样呢 他的特色究竟是,如果财亦是丙和丁火 亦都很乖 如果他走回来,又是丙五火和丁火 丁味火 如果你这样的估计 好像李宁先生的财务表现出来呢 像不像马云呢? 还是像何生呢? 哇,他真的不会回答 是的,一般是实业家 他的实业家也不会很显露 似乎是这样的 而且尤其是他现在搞这个 我们刚刚上次分析到他的辛亥 辛亥你见到他的用神 都是用金水 金水开始出来 你看到丙子开始是怎样呢? 就在1996年 之前他应该是在广东那里创业的 和广东的一班股东 他后来就迁财了去哪里 去北京那里开总店 李宁现在的总部是在北京的 由1996年丙子的榴莲去的 你见到紫水、亥水 都是在这个运和榴莲 其实他都是用水 加上金生水 虽然是丙火而已 丙身是相合 但是丙火其实是没什么力的 都是用水 即是说他有股东的投资 亦都将他的股份分开了 即是说他摊薄了 应该这样说法 即是齐齐找大饼 你占一部份 你却是出力的 虽然是持财 但可能大的股东就还在后面 似乎从这些运的运动出来 去到2004年 好像这个开始更衰运 你见到这个更金又上来了 茂衰,这个就是相合 将它本身的明星 这个茂,其实是相识 与这个衰有相合 相合的情况 有些说茂衰合火 但是问题是 你要看榴莲了 你的榴莲如果是透了上来的话 它有机会将这两个转化 就算不是十足十转化 那个力也在 所以你看看榴莲 在丁茉莲本身 坐拥了几十个亿身家 开始就变成 由这个体操王子 靠这个体操的明星 就可以转成一个实业家 可以创造几十亿身家的一个作业家 就与这个明星相合 去生财 是 是 靠自己努力 又出来了 又有钱 这个云 当然当中会有些股 股份会卸 好像2011年 我看回那些资料 新茉莲 新茉莲 那个 虎就相对会射 因为本身它的财 我就这么说过 可能是丙火或者丁火 始终对回这些新的榴莲 它也是备合 可能有少少股份 会变动 或者会变动 是这样 好了 然后我们说回 另外一个运 就是最近这个 就是几有 是 几有运 始终在走几有运 当然 新家 我估计 去创造到现在的话 就像我所说 它是靠什么呢 靠金 金和新这些就是它的印 就是靠它那些幕后老板 是 所谓的 一些印的支持 是它搞的 它是出力 出这个老汁 是 可以包括李宁那个 牌子的股份 它可能都不是 持续最大股 不过它是主事人 是 如果说到这两个榴莲 一个 庚子和新丑 最近就好像你所说的 它那个 因为内循环的影响 是 引致它的股价 就升了很多 是 升了很多 它最近都好像说 供了股 就是它将部分的股 卖了出去 因为 见好就收了 是 卖了出去之后 就留下多些现金 可能又重省其股 又再投资过 这个就在金的 运出了来 始终它印那么多 对于它来说 它那个股东 对它来说 是有帮助的 但是帮助得来 始终它会被人分财 所以它慢慢引退的话 都是適合时后的 是 它唯一 就可以拿回一些资金 可能在下一波 下一波再重整 再建回自己的 属于它自己的企业 这样的说法 嗯 OK 但是我们见到 就是它 都贯彻到这个 实业家这个名字 是 一步一步的 正如它本身 体操、运动 都是 你努力才行 没错 一定要的 怎样拿到这个金牌 是呀 是呀 OK 好了 其实我们八字上面 就是我们还有很多人物 可以说一说的 往后我们继续参加杨宗余师傅 OK 好 拜拜 拜拜